整形医生肖德华在自己经营的网站 drshu.com撰文 指罗斯玛虽然一再否认 但他脸上不自然的轮廓和特征 都是因为整形所致 根据这名整形医生的说法 罗斯玛简直就是活生生整坏了的最佳例子 年轻时候的罗斯玛可说是个美人胚 看起来既甜美又清纯 肖德华医生也根据自己的专业 盘点出了罗斯玛整错的部位 第一 罗斯玛脸部塞了太多的填充物 特别是脸颊 鼻唇勾 木偶纹和下巴 这使得他的脸部轮廓严重扭曲 第二 比较罗斯玛年轻和年长时的照片 他很可能动过龙鼻手术 不幸的是他用的植入物 对他而言太长也太大 这导致罗斯玛如乌婆般 变成了一个歪曲的阴沟鼻 再来就是前首相夫人过度突出的下巴 罪魁祸首不是植入手术失败 就是填充物没塞好 此外 过度拉高的眉毛 显示他动过这类的手术 在肉毒杆菌的作用下 他看起来总是显得邪恶和吃惊 整形医生还指出 注射肉毒杆菌使得罗斯玛的脸部表情僵硬 不管他有任何表情 人们都看不出来 因为他的脸部肌肉已经瘫痪 无法做出表情 医生最后也提醒大家 要选择对的整形程序 否则不但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还会有惊吓的可能 NTV7综合报道